基础物理2B 741万有引力定律 这是741的范例解说 第一题 四个指点质量分别是 M、M、M还有2M 排在正方形的角上 如右图 则2M受力的大小是多少 如果我们把2M这一颗 我们把编号这一颗叫做A 而顺时针下来这一颗B 这里是C 这个是D 现在ABCD这四颗 其中我们发现 AB的引力和A珠的引力 两个大小会一样 因为AB和A珠距离都是L 可是两边的质量都是2M跟M 2M和M 所以两个胜率会相同 因此万有引力是L平方分之G 2M乘上M 所以等于L平方分之2被GM的平方 这是AB和A珠的引力 同样AC的引力 我们这边我们用一个三角形的性质 如果这边L L这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45度角边长比1比1比根号2 所以斜边这里是根号2L 所以AC的长度是根号2L的长度 所以AC的引力会等于距离是根号2L的平方 分之G乘2M乘上M 所以乘开来变成2L平方 分之2被GM的平方 所以2跟2约掉 变成L平方分之GM的平方 这是AC的力 从图上现在我们要求A所受的合力 A所受的合力 因为AB和A珠 他们的合力合起来 由于AB受的力 A珠受的力 两个合起来 合力是在对角线的方向 而这个大小 左边这里如果F 这边如果F 则45度角两边相等 这个斜边是根号2F 所以本来要求A的合力 包括AB A珠 还有AC 可是因为这是向量合的关系 当我们发现 AB和A珠 他们是互相垂直 而这两个加起来 由于是1比1比根号2 所以AB和A珠 合起来等于根号2的F 也就说根号2的L平方 分之2倍的GM平方 光耗里面是AB和A珠 所受的万有引力 可是由于 由于两个合力 两个合力 与B是定理的关系 前面是根号2倍 所以这是AB和A珠的合力 而这个方向 合起来在45度的斜对角线 刚好跟AC也是同方向 所以加上AC是L平方 分之GM的平方 所以怎么加起来就等于分母L平方 分子因为都有GM平方 把GM平方提出来 前面剩下2跟号2加1 所以万有引力的大小会变成L平方 分之2跟号2加1乘GM平方 所以第一题 书的答案 第二题 以之两个磁性元球 磁性分别是6R跟2R 而密度比是4比3 现在将这两颗磁性元球紧密排列 以至小球质量是小M 则大小两球 它们万有引力是多少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形 如果左边这一颗是A 右边这一颗是B 假设这是AB两颗 现在听说 两个磁性元球直径6R跟2R 所以这两个直径是6R和2R 所以它们的半径分别除以2是3R跟R 所以A这一颗半径是3R 而B这一颗这个半径是R 所以A的半径 我们比上B的半径 两个半径比是3R比上R 所以两个半径3比1 球体是相似体 所以A的体积比上B的体积 体积和半径的三次方会成正比 所以等于RA的三次 比上RB的三次 等于3的三次方比上1的三次方 等于27比1 可是两颗球密度4比3 所以质量等于体积乘密度 所以A的质量 我们比上B的质量 等于体积 A的体积27 可是A的密度是4 而B的体积是1 可是B的密度是3 所以两个乘起来 我们把27跟3 我们先约分 这里刚好是9倍 所以94 36比1 所以两个质量比36比1 所以小球如果B这一颗质量是M 则A的质量会是36M 两颗球连心线的距离 R等于A的半径是3R 加上B的半径是R 所以两颗球 球星跟球星之间的距离 总共是4R的距离 现在A和B这两颗之间的万有引力 所以FA和B等于 和距离平方程反比 我们把球体的质量集中在球星上面 所以球体跟球体之间的距离 虽然两颗紧密排列 可是质量集中在球星 所以两颗球之间距离是3R跟R 所以总共是4R的距离 所以距离是4R的平方 分之G 左边质量是36M 右边质量是小M 所以乘起来是44R平方 分之36GM的平方 分成分母除以4 所以是4R平方 36除以4剩下9 9倍GM的平方 所以两颗球相切的时候万有引力大小 4R平方 分之9倍GM的平方 所以第二题 E的答案 第三题 边长为L的正六边形 在顶角分别放置一个固定的指点 而各式点的质量如右图 所在六边形中心的地方 放置一个质量为小M的一个指点 其所受到的万有引力会是多少 我们先看右边这个图形 这是一个六边形 六边形上面分别放置 有放M的指点 有放2M的指点 还有放3M的指点 如果我们把这个图形 我们用对称的方式 我们把它重叠起来 我们看底下的这个图形 实际上上面这个图 我们可以把它拆成底下三个图叠加起来 其中第一个图是在六个顶点的地方 都分别放置质量M的指点 而第二个图是在三个顶点的地方 分别放置质量M的指点 而第三个图是在最右边这个顶点 放置质量M的指点 如果把这三个指点叠加起来 我们发现 其中最右边的这三颗M M M 这三颗叠起来总共就是这一个三M 而左上M跟M合起来 左下M跟M合起来 分别是2M 还有2M 这两个指点 剩下其他的就是M M 这三颗的指点 所以如果把这三个图叠加起来 就可以恢复原来的图形 可是我们再分别看每个图形 第一个图形 其中小M放中间 小M是要大M的列 这个万用引力是这个方向 而这个小M是要大M 这个引力是这个方向 而这两个列彼此在同一直线 而且反方向 而六边形每个边长距离都相等 每个质量也都相等 所以这两个引力大小 刚好对称可以互相抵消 而同样的 右上的这一个 刚好跟左下这个引力 彼此也互相抵消 左边的这个引力 跟右边这个引力也互相抵消 所以这六边形 这六个顶点 它们中间小M所受到的合力会等于0 而第二个图 小M放中间是要大M 万用引力是往左上 可是小M受到大M 这个万用引力是往左下 小M受到大M 万用引力是往右边 这三个合起来 这六边形每个三角形是60度 可是这个夹角合起来是120度 而这个夹角是120度 这个夹角是120度 每一边距离一样 而且质量两边都相等 所以每个万用引力 这个力如果F 这个力是F 这个力是F 三个力大小相同 而且夹角120 这时候这三个合起来 合力也是等于0 所以六边形的六个顶点 这个图合力是0 在六边形这三个顶点上面 万用引力的合力也是等于0 所以第一个图的合力是0 第二个图的合力是0 所以只剩下第三个图 小M跟大M之间有万有引力存在 而中间距离 因为边长是L 彼此之间这个距离也是L 深圳的万有引力 合起来就变成剩下了这个图是距离L 所以万有引力L平方分之G 一个大M一个小M 所以乘起来是大M乘上小M 所以我们把这三个图形叠加起来 恢复成原来的图形 只要整个图形所受到的万有引力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 现在六个顶点先放质量M 就是第一个图 彼此之间因为合力抵消掉 所以这时候合力是0 我们在三个顶点地方再放第二颗M 这时候合力继续再抵消 所以这时候合力又等于0 继续在第三个顶点这里又放一颗M 则由于前面都抵消了 因此真正有效的万有引力 就只有大M跟小M只有一个的万有引力 所以最后的合力大小是L平方分之G大M小M 是第三题 E的答案 第四题 而在中心轴上面距离环中心D处 若R远大于D 假设这里是圆星O 在圆星O垂直上方D的距离 有一个质量小M的一个物体 这边有个质量小M的物体在上面 而这个物体受到圆环的吸引力 而在圆环的两侧做剪辑运动 求M到环星时的速率 当质量小M的物体 它在圆环的上方时 这时候受圆环左右两侧的吸引力 因此小M受到圆环的吸引力 方向是指向圆环的方向 假设在这个圆环上面一小段的距离 假设这里有一块小质量叫做ΔM 则这个ΔM跟上面小M彼此之间的引力 如果我们这个距离叫做R R距离会等于根号R平方加D平方 R平方加上D平方 就等于这个斜边R的距离 可是假设这个角度叫Zta 因为圆环的左侧受到小M的吸引力 而同时圆环的右侧也受到小M的吸引力 左右两块到圆环的距离 两面距离长度都是R 左边距离这个R 右边这个距离也是R 而且两边角度也是相等 因此这个角度Zta 这个角度也是Zta 所以我们把左边小M跟圆环它的万有引力 以及右边跟圆环它的万有引力 两边我们先求它们的分力 因为小M跟圆环是沿着这条直线 所以受力是在这个方向 我们把这个力分成水平方向跟垂直方向 同样的小M和右边圆环上 它的吸引力是水平向右垂直向下 由于左右两边距离对称 两边距离也相等 因此左右两边受力大小会一样 因此水平方向的力向左的力跟向右的力也会互相抵消 因此小M制度圆环的万有引力是在垂直方向的合力 那垂直方向合力 首先我们先假设小M跟左边圆环一小块 它的万有引力如果叫做F1 则这个F1会等于R平方分之G 乘上小M乘上一小块的质量Delta M 这个是小M跟一小块的质量 彼此之间的万有引力 可是因为有左边就有右边 所以左右两侧的水平分力会抵消 因此有向的分力只有垂直方向 假设这个垂直方向的分力是F1Y 因为万有引力跟轻垂方向这个夹角是他角 所以我们乘上cosθ是垂直向下的分力 所以把F1这个R平方分之Gm 乘上Delta M乘上cosθ 这个是垂直方向的力 但是这个力会等于R平方分之Gm乘上Delta M 所以cosθ是把零边比斜边 所以零边是D 斜边是R 因此就变成了R的三次方分之Gm乘Delta M再乘上D 这是小M跟左边一小块 它们在垂直方向的分力 然而只要有左边既有右边可以把水平方向抵消 有前面既有后面可以把水平方向的力抵消 因此在圆环上分别和小M的万有引力 有效的只有垂直方向 所以垂直方向的力F1Y 我们把所有的力F1Y把它加起来 因此所有的合力一起相加就等于 我们求整个总和R的三次方分之Gm乘Delta M乘以D 然而对F1所有力的总和 因为每一小块的距离都是R 所以R三方这是一个定值 G乘上小M还有D这也是一个定值 因此全部的总和就等于Delta M 运环上面每一小块质量全部加起来的总和 所以等于R三次方分之Gmd乘上所有Delta M的总和就等于全部整个运环的总质量 而圆环总质量是大M所以乘上大M 这个是迁锤方向的力 所以我们发现小M受到圆环的作用力FY 等于R三次方分之Gmd乘以D 因此我们看到了FY 小M所受的力它是跟D距离是乘正比 而且当小M在上面的时候 所受的力方向是朝下 小M在底下的时候所受的力方向是朝上 因此表示小M受到整个圆环的作用力是符合减协运动的形式 所以这个力等于K乘上减协运动的距离D 所以小M是在圆环的上下方做减协运动 其中这个K等于R三次方分之Gmd乘以大M 所以小M振动一次的周期 所以小M振动一次的周期 T等于R三次方分之Gmd乘以小M分之小M 所以分子分母我们把小M可以把它约掉 就变成了2π跟号Gm分之R的三次方 这个是减协运动的周期 而当我们晓得周期之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减协运动在平衡点位置的顺时速率 因为平衡点位置的顺时速率是减协运动的最大速率 而这个速率也等于参考语言上的顺时速率 所以顺时速率V等于T分之2πR 而R是减协运动的正幅 因此减协运动的正幅是D 所以我们把2πD 我们除以T 所以除上2π分之1 再乘上 我们把根号里面分子分母对调 所以变成R三次方分之G大M 所以2π跟2π约掉 变成了D乘上根号R的三次方分之G大M 我们把R把它带入 因为R是根号R平方加D平方 所以等于D乘上根号 我们把R三方把它换成R平方加D平方开根号 可是在三次方 所以变成了R平方加D平方的二分之三次 分子是GM 因为题目说R远大于D 所以R比D大 因此R平方比D平方更大 所以我们可以把D平方省略 所以就大约 等于D乘上根号GM除上 把D平方省略 D平方约掉 变成R平方的二分之三次 所以等于R的三次方 我们可以把D写到根号里面 这时候就等于根号R的三次方分之GMD平方 这是小M在圆环的中心它最大的速率 所以小M在环心时的顺时速率会等于根号R三次方分之GM乘以D平方 这个是第四题 第五题 太阳的质量约为10的30次方公斤 月球的质量约为10的23次方公斤 地球的质量约是10的25次方公斤 太阳跟地球平均距离是10的11次方公斤 而地球跟月球平均距离是10的90次方公斤 只有地球受到太阳的引力 还有月球的引力比大约是几比几 这一题是要问太阳跟地球的引力 还有地球跟月球的引力 所以如果F1是太阳跟地球的引力 而F2是月球跟地球的引力 因此外游引力的比跟距离平方成反比 而太阳跟地球因为距离是10的11次方公斤 所以分母这里距离10的11次方 距离的平方这是太阳跟地球的距离 G乘大M 太阳质量10的30次方公斤 地球质量10的25次方公斤 这个是太阳跟地球之间 它们的万有引力 而月球跟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 因为距离是10的9次方 所以月球地球10的9次方距离的平方 分之G乘上地球质量10的25次 月球质量10的23次方 所以后面这一项 这是月球跟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 前有两项 我们把G先约掉 前面乘起来是10的22次方 分子都有10的25次 我们把10的25次直接约掉 所以前面一项是10的30次方 比上后面10的9次方平方 这是10的18次 所以后面一项 这里10的23次 因此相除次数相减 所以10的30次减22 有10的8次方 10的23减掉18次 所以有10的5次方 所以两个前后相比 都减掉10的5次 所以剩下10的3次方比1 所以引力比10的3次方比1 所以第五题 A的答案 第六题 下列何者为万有引力引力常数的单位 因为牛顿的万有引力 F等于R平方分之G 乘大M乘以小M 这个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因为题目要求引力常数 因此我们先移向 把R平方乘过来 于是F乘以R平方 就等于G乘大M乘以小M 所以G引力常数 就等于把大M小M移下来 分之F乘上R的平方 这个是G值 所以G的单位 我们可以写成F是牛顿 乘上R是公尺 所以公尺的平方 除以大M质量公斤 小M质量公斤 所以公斤乘公斤 分母是公斤的平方 所以引力常数 我们可以表示成 牛顿乘公尺平方 除以公斤平方 这个是牛顿 这是引力常数的表示方式 所以第一题 乘的答案 然而 除了用牛顿来表示之外 我们也可以把牛顿再换成基本单位 因为根据牛顿的运动定律 F等于MA 所谓一牛顿 是质量一公斤 乘上加速度是一个公尺 除以秒平方 因此 所谓的牛顿 是公斤 乘公尺 除以秒平方 这个是牛顿 而引力常数 我们把牛顿带入 这时候 G等于 牛顿换成公斤 乘公尺 除以秒平方 后面 我们再乘上公尺的平方 除以公斤的平方 前后化减 我们就得到了 因为公斤和公斤 可以约掉一次 而公尺和公尺平方 乘起来 是公尺的三次方 除上公斤 再乘以秒平方 这个是引力常数G值 所以G也可以写成公尺的三次方 除上公斤乘以秒平方 这个是用基本单位来表示 这是第一题 第二题 在银河系中 星座绕银河中心轨道半径的立方 和周期的平方 比值是K 而外用引力常数为G 则银河系的种质量为若干 因为题目说 星座绕银河系中心的轨道半径 它的立方 和周期的平方 比值是K 也就是 如果假设 星座跟银河系的轨道半径 是R 则R的三次方 和周期T的平方 这个比值等于K 可是 星座跟银河系之间 彼此隔着距离R 它们之间的万有引力 这时候等于R平方 分之G 我们假设 银河系质量是大M 而星座的质量是小M 因此 把大M乘小M 是把银河系的质量乘以星座的质量 可是 星座受到银河系的引力 这时候星座绕着银河系 做远周运动 而远周运动 等于M乘上 周期是T 于是T平方分之4π平方乘以R 这是星座绕着银河系 借着万有引力 做远周运动的向心力 因此 左右两边 我们把M把它约掉 R平方乘上来 这时候交叉相乘 GM乘上T平方 就等于4π平方 乘上R的一次跟两次 合起来变成R的三次方 所以 质量大M就等于 GT平方 分之4π平方 R三次方 可是 R三次方除以T平方 这个等于K 所以我们就把它表示成 G分之4π平方 因为后面这一项 R三方除以T平方 这个数值等于K 所以 银河系的总值量 等于 G分之4π平方 乘以K 所以 G分之4π平方 乘以K 因此 第二题 B的答案 第七题 假设太阳系中 所有行星轨道 都是圆形 今天如果发现有个新行星 地球质量是这个行星的8倍 而地球半径是这个行星的4倍 地球绕太阳的平均轨道长度 是这个行星的2倍 所以太阳对地球的万有引力 是太阳对这个行星万有引力的多少倍 现在题目讲 如果中心这里是太阳 假设太阳质量大M 我们发现有颗新行星 可是地球绕太阳的平均轨道长度 是这个行星的2倍 所以地球绕太阳的轨道长度比较大 行星绕太阳的轨道长度比较小 所以地球在外面 而行星在里面 因此 外面的这个轨道半径 这是地球的 里面这个是行星的 地球的轨道半径 还有行星的轨道半径 题目说 地球的轨道半径是 行星的轨道半径的两倍 所以如果行星的半径是 一倍 一 则地球的轨道半径是 二 它是两倍 而地球的半径是 行星半径的四倍 所以如果这个是地球 地球 行星比较小颗 地球质量 因为地球的半径是 行星半径的四倍 所以行星半径如果小R 则地球半径会是四R 这样子才表示他们是四倍 而地球质量是行星八倍 所以如果行星质量是一倍小M 则地球质量是八倍 所以是八倍小M 现在要问F 太阳跟地球之间的引力 是F 太阳跟行星之间引力的多少倍 事实上在刚刚说的数字里面 行星的半径还有地球的半径 这个数字是用不到的 因为万一引力是跟距离平方程反比 而所谓的距离是指星球到太阳 轨道半径的长度 所以地球的轨道半径是行星轨道半径两倍 所以地球到太阳距离如果是两倍的平方 则行星到太阳距离是一倍的平方 而分子是G 一个是太阳质量大M 可是地球质量是行星质量的八倍 所以是乘上八倍小M 而行星跟太阳的万有引力是G 乘上太阳质量是大M 乘上行星质量是小M 所以这个是行星跟太阳之间的万有引力 而彼此之间GMM MGMM约掉分母剩下二的平方四 所以四分之八比上一 所以等于2比一 所以地球跟太阳的引力是这个行星跟太阳引力的两倍 所以第七题 书的答案 第八题 质量4M和M的两个指点A和B 看的相距是低 现在在连线上面放置一个质量2M的指点C 让C所受到重力和等于0 则AC的距离是多少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形 如果左边这一颗是质量A A的质量是4M 而右边这一颗是B B质量是M 在A跟B之间 它们的距离是低 现在说在连线上面放置一个2M的C 让C所受到重力和等于0 也就是C受到A的引力 还有C受到B的引力 引力和等于0 这时候C一定要放在两颗指点之间 因为如果放在左边的地方 假设C放在左边这个位置 则C受到A的力是向右 C受到B的力也向右 所以C所受到的合力都是往右边 不可能底下等于0 所以放在左边的地方 不可能合力是0 所以左边这个位置是错的 那如果放在右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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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如果放在这里 受到A的力是向左 C受到B的力也向左 所以C所受的合力都是往左边 因此也不可能把C放在右边的地方 所以在左边在右边都无法让C的合力是0 所以我应用C合力等于0的地方一定是在两个指点之间 而A质量太大 所以合力等于0的指点一定是靠近B的地方 所以假设C是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C质量是2m 我们假设距离B这个距离叫做x 所以AC的距离因为全部整段是D 所以AC距离变成D减掉x 因此我要让AC的合力要等于BC的合力 所以AC的外游引率等于A和C距离是D减X 所以是D减X的平方分之G 乘4m乘上2m 乘上4m乘上2m 而另一边B和C的引力距离是X 所以X的平方分之G 一边质量是m还有2m 所以乘以m乘以2m 所以左右两边我们把G、M、M、G、M、M约掉 这个2也约掉了 所以只剩下D减X的平方分之4 要等于X平方分之1 因此两边开根号 所以D减X分之2等于X分之1 所以交叉相乘2X等于D减X 减X一过来3X等于D 所以X等于3分之1D 所以C值点距离B的位置 这个距离X等于3分之1D 所以BC的距离是3分之1D 切停要用AC的距离 所以AC的距离是整段D减掉右边3分之1D 所以等于3分之2D 所以第八题C的答案 第九题 如右图 质量均为M的三个星球 至于边场为D的正三角形三个顶点上面 做外界源的稳定运转 所以每个星球受力大小是多少 我们看这个图形 假设每个值点质量是M M M 如果这颗是A 这个是B 这个是C 则A受到B的引力是我右上 而B受到C的引力是向右边 而中间这个三角形是一个正三角形 所以这个角度是60度 所以我们先写F AC A跟C的引力 因为距离是D 所以是距离D的平方分之G 一边质量M 另一边质量M 所以乘上M的平方 而实际上这个距离也等于FAB的引力 因此AB和AC 它们的受力大小都是D平方分之Gm平方 可是夹角60度 我们利用平行四边形做图法 合起来合力是中间对角线的方向 所以合力在对角线方向 原本 一个例 夹角60度 而合力合起来是在中间对角线上这里 这个是按照平行四边形的做图关系 因此 这个F 这个F 而这个夹角会是30度角 这个夹角也30度角 所以 我们可以把每一个分列 这个分列 我们用分列的法则 我们把F分成平行的方向 还有垂直的方向 因为上这个分成平行的方向 还有垂直的方向 可是从合力的关系 我可以看到这两个合力会抵消掉 所以因为 整个分列的结果 一个是往上 一个往下 方向相反 这两个抵消 所以 甚至有效的 是跟对角线平行方向的 而这两个是因为夹角都是30度 所以受力相等 因此 整个所受的合力 A的合力 它包括了 AC 和AB 整个合力加起来 而这个加法 因为上下底下只剩下平行方向的两倍 所以平行方向的合力是F乘上cos30度 所以F乘上cos30度 这是每一个分列 可是有两个分列 所以合起来两倍 所以这个F是距离低平方 分之GM平方 乘上cos30 等于2分之根号3 再乘以2 所以2跟2约掉 等于距离低平方 分之根号3 GM平方 所以等于低平方 分之根号3 GM平方 所以第九题 乘的答案 第十题 若物体在地表上受到的重力为W0 则在距离地面高H的地方 假设H原小于地球半径R 则所受到的重力 可近视为下列哪一个数值 因为题目说 物体在地表所受到的重力是W0 因此 所谓的W0 是指物体在地表的地方 距离地球半径是R 所以R的平方分之G 如果地球质量大M 而物体的质量小M 这是物体跟地球之间 它们的万有引力 而万有引力就形成了物体的重量 所以物体受重力W0 这个是前面的第一句话 但是先把物体放到距离地面高度H 可是距离地面高度H 距离地心会变成R加H 所以物体如果距离地面高度H 假设这时候重量是W1 则W1等于距离R加H的平方 分之G乘大M乘以小M 这是物体在距离地面H的地方 它所受的重力 因此 题目要用W0来表示 所以我们把前后两个四次 左边处于左边 右边处于右边 所以W0比上W1 本来W0是R平方 分之G乘大M乘以小M 而W1是R加H的平方 分之G乘大M乘以小M 所以我们发现分子一样约掉 变成了R平方 分之R加H 我们把分子分母 我们把它写成R分之R加H 这个的平方 所以等于分子分母除以R 得到E加上R加H的平方 所以物体在空中的重量W1 就等于本来是W0 除上E加R分之H的平方 所以我们平方展开之后 取前两项 所以变成重量W0 除上E加两倍的R分之H 因此等于当X很小的时候 E加X分之1 可以表示成E减X 所以同样的 把W0除上E加R分之2H 因为H远小于R 所以后面这一项数值很小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 重量W0乘上E减掉R分之2H 所以W1可以表示成 重量W0乘上E减R分之2H 而这个R是地球半径R1 所以重量W1 我们可以写成在地表上的重量W0 乘上E减正是在地表的地球半径R1分之2H 所以物体在距离地面H的地方 它的重量W0乘上E减R1分之2H 所以第十题 猪的答案 11题 零零在地面发射火箭 当火箭在上空高度H时 万一引力为在海平面上 10的16分之1倍 若地球半径为R 则H等于多少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如果这是一颗地球 假设地球半径这个是R 如果火箭在地面上 假设质量是M 这时候重量是W 而现在发射到上空H的地方 这时候重量是地面的16分之1倍 所以在空中时 它重量是16分之1W 现在要问这个H的高度是多少 因为重量比是万有引力造成的 所以万有引力F 一个是在地面上R的地方 一个是在空中H的地方 两个的万有引力F等于 因为在地面上 距离从地心算起是R平方分之G 假设地球质量大M 而物体的质量则是小M 这是物体跟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 比上空中 距离地面高度是H 可是距离从地心 这时候是R加H 距离的平方分之G 乘地球质量大M 火箭质量小M 所以GMMGMM分子约掉 地面上跟空中两个比较 空中的重量是地球的16分之1 所以在地面上是1倍 空中是16分之1倍 因此前后R平方分之1 比上R加H的平方分之1 等于1比上16分之1 两边开根号 于是R分之1 比上R加H分之1 等于1比上4分之1 内向相乘等于外向相乘 因此R加H分之1 等于4R分之1 所以R加H就等于4R 因此H等于4R减掉R等于3R 所以距离地面高度是3R的高度 因此DT C的答案 第二题 两质量相同的质点 距离为R时 两者之间的万有引力是F 若将两者之间距离 缩短为原来的一半时 两者之间的万有引力会变成多少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听说两质量相同的质点 左边跟右边这两质点质量一样 所以假设 左边质量M 右边这个质量是M 彼此之间距离假设是R 这时候它们之间有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是F 现在本来距离R 把距离缩短为原来的二分之一 变成距离从R变成二分之一R 则两个之间的万有引力 我们比上F 原来的万有引力 比F 后来的万有引力 比较前后之间万有引力的差别 这时候 前面一项距离本来是R平方分之G M跟M乘起来是M平方 这是两个质点它们原来的万有引力 现在两个质点距离如果变成二分之一R 则距离是二分之一R的平方分之G M乘M所以是M平方 我们发现前面分子都一样 所以分子都是Gm平方 约掉两个相比 于是我们得到前面是R平方分之一 比上后面二分之一R的平方是四分之一 R平方分之一 两项把R平方约掉 剩下前面一项是一 比上四分之一分之一等于四 所以原来引力是F 后来引力变成4F 两者之间的弯有引力变成4F 所以第二题B的答案 第三题 某A行星距太阳的距离为地球距太阳的两倍 而且A行星的质量也是地球质量的两倍 则A行星受太阳的引力为地球受太阳引力的多少倍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如果这一颗这个是太阳 左边这个是地球 右边是某A行星 题目说A行星到太阳距离为地球到太阳距离的两倍 所以地球到太阳假设是一倍距离 如果这个是R 则A行星到太阳距离则是两倍距离 会是2R 而A行星的质量是地球质量两倍 因此地球质量如果小M 则A行星质量两倍小M 我们假设太阳质量是大M 现在要比较A行星受太阳的引力 和地球受太阳引力两个之间的比例关系 所以F A行星跟太阳的引力 比上F 地球跟太阳的引力 两个之间的比等于 A行星跟太阳距离是2R 所以分母2R的平方分之G M乘上2M 这是A行星跟太阳的引力 而地球跟太阳的引力距离是R 所以R平方分之G 大M乘M 这个是地球跟太阳的引力 前后向我们约分 G G M G M G G G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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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平方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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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行星受到太阳的引力,是地球受太阳引力的二分之一倍,因此第三题,C的答案。 第四题,我编号M101与编号M99的星球,质量分别为100M和M,两者连星线长度是低,一个质量小M的彗星穿过两星球连线的中央,则彗星所送外游引力会等于多少?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如果左右两边这里分别是编号M101和M99两颗星球,左边这一颗如果是M101的星球,右边这一颗是M99的星球,两个星球质量分别是100M跟M,左边这一颗质量是100M,右边这一颗质量则是M,现在这两个连星线本来他们距离是低, 而在中点的地方有一个彗星从中间穿过,假设彗星质量小M,因为在中点的地方,所以距离左边是2分之低的距离,距离右边是2分之低的距离,所以彗星所受到万有引力分别受到引力,还有受到M99的万有引力, 因为从图上看,彗星在中点的地方受到向左的力以及向右的力,两个方向相反,所以我们相减,而彗星到两个星球之间距离是相等,都是2分之低,但是左边质量比较大,所以表示向左的引力比较大, 所以我们拿向左的引力Fm101的星球,它的引力减掉Fm99的星球,两个引力相减,这时候等于,因为两个星球之间距离是2分之低,距离的平方分之g,100m乘以m, 这是彗星和101星球,两个星球之间的万有引力,减掉另外一边,距离是2分之1低,分之g,m乘小m,所以m乘以m,因为分母都是2分之1低,所以分母的平方变成4分之1低平方,而分子g100m, m乘以m,减掉gm乘以m,所以等于99gmm,把4乘上去,低平方分之,4乘以99,等于396gmm,所以彗星分别受到左右两边的万有引力,这时候所受的合力是,低平方分之396gmm, m,所以第四题,珠的答案,这是范例11,12题,有甲乙丙三个指点,其质量分别是,m,2m,3m,如右图, 若三个之间只有万有引力存在,此时以所受的合力下为0,则以柄的距离因为多少?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因为题目说甲乙丙三颗,甲质量是m,乙质量2m,柄质量3m, 而甲乙之间距离是r,现在乙丙的距离不知道,假设乙丙的距离这边是x,可是甲乙之间的万有引力是分别相向,乙受甲的力是向左,乙受丙的力则是向右, 而此时以所受的合力等于0,表示,甲乙的万有引力,会等于乙丙的万有引力, 甲乙之间万有引力是r平方分之g,甲质量m,乙质量2m,这是甲乙的万有引力, 等于乙丙的万有引力,乙丙的距离假设是x,所以x的平方分之g, 2m乘以3m,这是乙丙的万有引力,而左右两边,我们把gm和2m,gm和2m分别把它约掉, 交叉相乘的结果,x平方就等于3乘上r平方,所以两边开根号,x等于根号3r, 所以,以丙之间的距离等于根号3r,所以12题,出乎的答案 13题,设地球半径为r,一个火箭由地面垂直升空, 当其剩余质量为触发时的1分之1时,其重量变成触发时的1分之1, 则此时,则此时,火箭距离地面的高度是多少?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如果这是一颗地球,地球质量我们假设是大m, 而地球半径这个是r,听说有一个火箭从地面垂直升空, 在地面上,火箭假设质量是小m,这时候如果重量是w, 结果火箭升空以后,因为火箭升空的过程消耗燃料, 因此当升空以后,火箭剩余的质量只剩下触发时的1分之1, 所以火箭升空以后质量变小了,这时候质量只有原来的1分之1, 因此质量只剩下1分之1m, 可是这时候重量是触发时的1分之1, 触发是从地面触发, 所以表示火箭升空以后,重量是在地面上的1分之1, 所以地面重量w,升空以后重量是1分之1w, 因此火箭在空中的重量跟在地面上重量, 一个是1分之1w,一个是w, 重量是万有引力造成, 所以火箭在空中的万有引力, 比上f火箭在地面上的万有引力, 因为万有引力造成了两个重量, 而在空中重量是1分之1w, 在地面上重量是w, 两人之间重量不同, 是因为引力不同, 而在空中的万有引力, 假设距离地面高度是h, 则距离这时候是r加h的平方, 因为距离是从地心算起, 所以距离地面高度是h, 这时离地心是r加h, 所以距离的平方分之g, 地球质量大m, 可是在空中的质量只有2分之1m, 正是火箭在空中受到地球的万有引力, 比上在地面上的万有引力, 地面上因为离地心是r, 所以r平方分之g, 地球质量大m, 而地面上火箭质量则是小m, 因此前后两个我们约分, 8分之1w跟w, 我们把w约掉, 所以第一项8分之1, 第二项是1, 等于前后两项约分, gmm, gmm约掉, 分子这里有2分之1, 把这个2写到分母来, 所以两倍的r加h的平方分之1, 分之r平方分之1, 剩下这样, 结果内向相乘等于外向相乘, 因此两倍的r加h的平方分之1, 等于8r平方分之1, 1跟8约掉剩下4, 所以4r平方, 就等于r加h的平方, 两边开根号, 所以左边剩下2r, 右边变成r加h, 把r一过去, 因此h等于2r减掉r, 所以剩下r, 所以h等于r, 因此火箭距离地面高度等于r, 所以13题b的答案, 14题, 假设在太阳系中, 所有行星轨道皆是圆形轨道, 经过发现有一个新的行星, 地球质量为此行星的8倍, 地球半径为此行星的4倍, 地球绕太阳的平均轨道长度是此行星的2倍, 则太阳对地球的万有引力, 为太阳对此行星的若干贝,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如果左边这一颗, 这个是太阳, 右边这一颗, 这个是地球, 中间这个则是新发现的行星, 题目说, 有一个新行星, 地球质量是此行星的8倍, 所以假设行星质量m, 则地球质量是8倍8m, 我们假设太阳质量是大m, 这时候三个星球质量我们都知道, 地球半径是此行星的4倍, 所以行星的半径如果是r, 地球半径是4r, 地球绕太阳的平均轨道半径, 是此行星轨道半径的2倍, 所以行星跟太阳的轨道半径, 如果这个是r, 我们用小r, 则地球绕太阳轨道半径, 这个半径我们用2r, 题目要问, 太阳对地球的万有引力, 为太阳对此行星万有引力的若干倍, 所以前面一项是f, 太阳跟地球的万有引力, 要比上后面一项是f, 太阳跟行星的万有引力, 两个之间万有引力的比等于, 前后两项分母距离太阳跟地球轨道半径是2r, 所以轨道半径2r的平方分之g, 太阳质量大m, 地球质量是8m, 这是太阳跟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 而太阳跟行星的万有引力, 因为距离是r, 所以r平方分之g, 太阳质量大m, 而行星的质量则是小m, 因此我们比前后两项, 先约分gmmgmm先约掉, 结果前面一项分母是4r平方, 分子是8, 比上后面一项分母是r平方, 分子是1, 把r平方约掉, 这时候前面4分之8等于2, 所以前后两项比2比1, 所以前面一项是太阳跟地球的万有引力, 是太阳跟行星万有引力的两倍, 所以14题, 猪的答案, 15题, 太空中有两个星球, 其质量分别是大m和9m, 其间距离为d, 仅有一艘质量为小m的太空船, 在两星球连行线上航行, 若不计其他天体的影响, 则第一小题, 太空船在两星球装点的地方, 所受万有引力的量值是多少, 我们先在旁边这个图, 听说有两颗星球, 质量分别是m跟9m, 我们假设右边这一颗是a星球, 质量是m, 左边这一颗b星球, 质量9m, 两个星球之间连行线的距离, 假设距离是d, 现在有一艘太空船, 质量是小m, 在两连行线上航行, 如果飞到终点的地方, 假设终点在这个地方, 当太空船飞到终点的时候, 受到了星球的万有引力, 就是太空船所受的重力, 这时候重力的量值, 因为刚好在终点的地方, b星球质量比较大, 所以受b星球的引力会比较大, 因此第一题, 太空船所受的万有引力, 就是太空船所受的整个合力, 等于太空船跟b星球, 减掉太空船跟a星球, 因为在终点的地方, 受到b星球的引力是向左边, 而受到a星球的引力, 则是向右边, 因为a星球质量小, 所以受到a星球的引力比较小, 所以我们把fb-fa, 这时候等于fb因为距离在终点, 可是ab两个星球本来距离是低, 所以左边的距离这时候有1分之1低, 右边的距离到a星球这边距离, 也是1分之1低, 因此ab两个星球, 我们分母都是1分之1低, 距离的平方分之g, b星球质量9m, 乘上太空船质量小m, 这是太空船跟b星球的万有引力, 减掉太空船跟a星球万有引力, 于是距离1分之1低, 距离的平方分之g, a星球质量m, 太空船质量小m, 两相减, 于是分母是1分之1低平方, 变成1分之1低平方, 我们把4乘到分子上, 所以变成低平方分之, 分母有个4, 4乘936, 所以有36倍的g大m小m, 减掉后面一项一样, 1分之1低的平方, 变成1分之1低平方, 我们把低平方保留, 分母的1分之1乘到分子, 所以是4倍的g大m小m, 所以两相减就等于低平方分之, 36个减掉4个, 所以有32个g大m小m, 这是太空船跟两星球, 他们彼此之间的万有引力, 整个重力的重值, 所以太空船在终点的地方, 所受到重力的重值, 等于低平方分之32g大m小m, 这个是第一题, 第二, 太空船所受总重力为0的时候, 太空船与星球m的距离是多少距离, 因为AB两个星球距离是低, 如果太空船跟A星球, 它的距离如果x, 则太空船跟B星球距离是低减x, 因为不是在终点的地方, 由于A星球质量小, 因此这时候太空船离A星球距离会比较近, 所以太空船所受到总重力等于0, 表示太空船受到A星球的引力, 会等于太空船受到B星球的引力, 可是受到A星球的引力, 我们假设距离是x, 所以x的平方分之g, A星球质量m, 太空船质量小m, 这是A星球跟太空船之间的万有引力, 等于B星球跟太空船的万有引力, 因为距离是低减x, 距离的平方分之g, B星球质量9m, 而太空船质量小m, 这是两星球之间的力, 结果gmmgmm约掉, 左右两边我们直接开根号, 剩下x分之1, 等于右边, d减x的平方开根号变成d减x, 分之9开根号变成3, 所以交叉相乘, 1乘上d减x, 等于3x, 所以d等于4x, 因此x等于4分之1低, 所以太空船跟m星球之间的距离, 如果等于4分之1低的时候, 这时太空船受到A星球的引力, 与太空船跟B星球的引力, 刚好可以抵消掉, 两个刚好相等, 所以第二题, 当太空船所受总重力等于0, 则太空船跟M星球距离是4分之1低, 这是第二题, 第三小题, 如果太空船航行到两星球终点时, 速度降为0, 关掉推进器, 则当时太空船的加速度量值是多少, 我们刚刚在第一小题, 我们求出来, 当太空船航行到两星球终点时, 这时候, 太空船受到两星球的引力, f等于d平方分之32倍的gm小m, 这时候太空船把引擎的动力关掉, 在这时, 太空船只受到重力的作用, 而太空船受重力之后, 整个合力等于, 太空船质量小m, 乘以加速度是a, 于是, 太空船的加速度a等于, 我们把小m约掉, 因此, a等于d平方分之32gm, 因此, 当太空船在终点的时候, 太空船因为受到两星球的万有引力, 于是, 太空船在这时候, 加速度是d平方分之32gm, 这个是太空船在终点的地方, 因为重力所造成的加速度, 这是15题, 这是15题, 16题, 有ab两大小不等的均匀球体, 以此球体外一个指点p, 分别在分别与, 在分别与, 在分别与, ab两球球心距离为r错, 所受的引力比是16比1, 则ab两球质量比为弱干, 题目再比较, 有ab两颗球, 这两颗球, 这两颗球质量不等, 假设, 假设, A球的质量如果是ma, b球质量则是mb, 于是, 于是, A球和p点, 于是, 假设在p点这里有个质量小m, 则p点跟, 则p点和a球所受的引力, 是p点在b球所受引力的16倍, 于是, 我们找, f点跟a球, 于是, 我们先求f点跟a球, 它们的万有引力, 比上f点跟b球, 它们的万有引力, 题目说, p点跟a球还有b球, 万有引力比是16比1, p点跟a球比上p点跟b球, 这个引力是16比1, 结果等于, 前面一项是a球, 所以, p点跟a球距离是r, 分次, 所以r平方分之g, a球资量是mg, a质量是mg, a质量是mg, 而p点质量是mg, 这是a质量跟m, 它们之间的万有引力, 而p点跟b质量距离也是r, 所以r平方分之g, b质量mg, 乘上p的质量小m, 于是, 我们把g小mg小m约掉, 分母距离相同, 所以r平方约掉, 因此, 等于ma比上mb, 所以a球质量比b球质量比16比1, 因此ab两球质量比16比1, 这个是第一题, 第二小题, 以之半径为r的球, 体积4分之4πR三次方, 若ab两球密度2比1, 这其半径为多少? 因为, 题目说ab两球质量是16比1, 于是a球质量ma比上b球质量mb, a球质量比b球质量等于16比1, 可是16比1是体积, a球体积3分之4π, ra的三次方, 这是a球的体积, 乘上a球的密度, 假设r0a, 比上3分之4π, rb的三次方, 这是b球的体积, 乘上b球密度lowb, 于是, 前后两项三支4π, 我们都约掉, 于是, ra的三次方, 因为, 题目要求半径比, 所以ra的三次方比上, 乘上ab两球密度2比1, a球的密度是2, 比上rb的三次方, b球的密度是1, 所以两个质量比是16比1, 内向相乘等于外向相乘, 所以2乘上ra的三次方, 等于16乘上rb的三次方, 前后把2约掉, 变成ra的三次方, 等于8倍的rb三次方, 前后相刚好可以开立方, 所以前面一项变ra, 后面一项变成两倍的rb, 所以ra比rb等于2比1, 因此ab两球半径比为2比1, 这个是16题, 乘上a球的密度, 假设roa比上3至4π, rb的三次方, 这是b球的体积, 乘上b球密度rob, 于是前面两项, 3至4π我们都约掉, 于是ra的三次方, 题目要求半径比, 所以ra的三次方, 乘上ab两球密度2比1, a球的密度是2, 比上rb的三次方, b球的密度是1, 所以两个质量比是16比1, 内向相乘等于外向相乘, 所以2乘上ra的三次方, 等于16乘上rb的三次方, 前后把2约掉, 变成ra的三次方, 等于8倍的rb三次方, 前后相刚好可以开立方, 所以前面一项变ra, 后面一项变成2倍的rb, 所以ra比rb等于2比1, 因此ab两球半径比为2比1, 这个是16题, 这个是16题, 17题, 与外界隔离的太空中, 质量m1与m2组成的独立系统, 彼此相距r, 则在m1上看m2加速度为若干,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如果左边这个是m1, 右边这个是m2, m1和m2这两个指点形成一个独立系统, 彼此之间它们的距离是r, 由于两个都有质量, 因此两个互相吸引, 这时候m1受力是向右边, m2受力是向左边, 重力与反重力, 这两个力大小是相等, 所以受力都是f, 因此f等于距离是r, 所以r平方分之g乘m1乘上m2, 这个是m1跟m2之间的万有引力, 可是这个力等于m1受的力, 所以等于m1乘上加速度a1, 也等于m2所受的力, 所以等于m2乘上a2, 所以a1的加速度, 我们把m1消掉, 就等于r平方分之g乘m2, 这是a1, 而a2就等于我们把m2消掉, 于是r平方分之g乘m1, 这是m1和m2它们的加速度, 题目要问, m1上看m2, 所以是em1为原点看m2的加速度, 所以是a2对a1的加速度, 因此a2是a2-a1, 这个是a2对a1的加速度, 所以a2方向向左, 假设向左为正, 于是r平方分之g乘m1, 减掉a1, a2的加速度向左, a1的加速度向右, 如果a2是正的, 则a1是负的, 所以减掉负的r平方分之gm2, 结果等于r平方分之gm1负负变成加, 所以是m1加上m2, 这个是从a1看a2的加速度, 所以a1看a2的加速度, 就是a2对a1的加速度, 因此等于r平方分之gm1加m2, 所以17题c的答案 18题, 质量间为m相距2d的两固定指点, 其连线之中垂线上与中点o相距r处, 有另外一个质量为m的指点, 如右图, 则第一小题, 质量m的指点受到了万有引力是多少, 我们先看这个图上, 水平线上有两指点, 左边是m, 右边是m, 两指点之间距离是2d, 在中点的地方, 上方r处有一个质量m的指点, 于是m跟m之间的距离, 左边这一段, 以及右边这一段, 因为左边两边距离相等, 因此m跟m之间距离, 左边跟右边这个距离等于根号, r平方加d平方, 这个是斜边的距离, 右边小m跟大m之间的连线距离, 这个也是根号r平方加d平方, 这个是右边的距离, 于是大m受到小m的作用力, 万有引力是朝左下的方向, 是朝右下的方向, 因此, 左右两边我们就可以求出m的分力, 因为向左的力跟向右的力, 水平的分力, 两边的力会被抵消掉, 而就只有向下的力, 这时候, 左右两边分解出向下的力出来, 因此, 小m跟大m之间的万有引力, 如果这个引力是f1, 则f1等于距离是斜边的长度, 根号r平方加d平方, 这个距离的平方分之g, 乘大m乘以小m, 这个是斜边这个力, 可是这个力因为水平的力, 我们发现左右两个水平分力, 向左跟向右会相抵消掉, 只剩下向下的力是有效的分力, 如果这个夹角式是他, 则垂直的分力, 如果这个叫做f1y, f1y会等于斜边这个f1, f1是分母根号的平方, 所以把根号去掉, 分母变成了r平方加d平方, 分之g乘大m乘小m, 这个是斜边的作用力, 乘上我们要找垂直的分力, c的对边也就是r比上斜边的长度, 所以r比上斜边的长度, 可是斜边是根号r平方加d平方, 所以两个合起来变成r平方加d平方, 这个分母部分, 前面这是根号的平方, 再加一个根号, 所以分母合并起来是根号的三次方, 而分子则是g大m小m乘以r, 所以大m的指点受到的万有引力是, r平方加d平方, 二分之三次方, 分子是两倍的g大m小m乘以r, 这个是第一小题, 第二小题, 如果r远大于d的时候, 质量大m的指点所受到的万有引力是多少, 当r远大于d, r比d很大的时候, 这时候d非常小, 因此原本垂直方向的分力f等于r平方加d平方的二分之三次方, 分子两倍g大m小m乘以r, 当r很大, 当r很大, 当r很小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d省略, 这时候就大约等于, 把d近似变成0, 于是是r平方的二分之三次方, 分子两倍的g大m小m乘以r, 于是就等于r的三次方分之两倍g大m小m乘以r, 分子分母把r约掉一次, 这时候就等于r平方分之两倍的g大m小m, 所以当d距离很小的时候, 两个值点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质量2m的值点, 于是它们的万有引力变成r平方分之两倍的g大m小m, 这个是第二题, 第三题, 如果d远大于r时, 则大m所受到的万有引力是多少, 当d距离很大的时候, 则我们就可以把分母的r平方省略, 于是原本的f等于r平方加d平方的二分之三次, 分之两倍的g大m小m乘以r, 因为第三题是要求d如果远大于r的时候, 表示这个d很大, 这个r很小, 当d远大于r, 则d平方会远大于r平方, 所以分母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把它近视成r平方因为太小, 所以r平方省略, 所以就变成了d平方的二分之三次方, 分子仍然保留两倍的g大m小m乘以r, 这时候分母d的平方在二分之三次, 分母变成d的三次方, 分之两倍的g大m小m乘以r, 所以第三小题, 质量m的指点它受到了万有引力, 这时候会等于d的三次方, 分之两倍的g大m小m乘以r, 这个是第三小题, 第四小题, 乘上题, 质量m的指点它运动的周期为若干, 因为我们在第三小题我们求出来, 如果r很小的时候d远到于r, 也就是r在d的附近它会做上下的振动, 因为这时候我们发现分母d的三次方是一个常数, 也就是两倍之间距离保持固定, 而分子两倍的g大m小m也是常数, 所以从质点m所受到的万有引力, 我们发现质点m受力的大小f, 它会跟r呈正比, 所以离r越远的时候受力会越大, 可是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当质点m在连线的上方时, 这时受力会是向下, 可是质点如果在连线的下方时, 它受力则是向上, 所以受力的方向和质点位移的方向相反, 但是受力的量值跟质点的位移是呈正比, 因此这个关系符合减协运动的形式, 所以磁点在小m两点连线的中央, 它是做减协运动, 而减协运动我们可以表示成f等于k乘x, 所以减协运动受力这时候是d的三次方分支两倍的g大m小m乘以r等于k乘上x, 原本的x是指点振动的位移, 也就是这边r, 所以k我们就可以表示成d的三次方分支两倍的g大m乘以小m, 这是减协运动的k值, 而减协运动在振动的过程, 它的周期t等于2π乘上根号k分支m, 这个是原本减协运动的公式, 我们把数值带入, 这时候t等于2π乘上根号, 因为振动的指点是这个大m的指点, 所以我们把大m乘上k谈定常数把它导数过来, 于是变成两倍的g大m乘以小m分支d的三次方, 这个是减协运动振动的周期, 我们把分子跟分母大m把它约掉, 于是就等于2π乘上根号, 两倍g小m分支d的三次方, 如果我们把2乘到根号里面, d三次方提d平方出来, 就可以写成π乘上d, 乘以根号, 2乘到根号里面变成4, 4跟2约分, 所以分子变成2d, 除上, 2被约掉了, 剩下gm, 所以, 减协运动的周期, 等于πd, 乘上根号, gm分支2d, 这是减协运动, 在连线上下方运动的周期, 这是第四小题, 十九题, 如果万有引力与两物体之间距离成反比, 而且两行星绕日轨道半径为1比2, 这两行星绕日周期比为多少, 两行星绕日轨道数率比为多少, 题目说, 如果万有引力与两物体的距离成反比, 因为本来f等于r平方分之g, 乘大m乘小m, 这是一般万有引力的形式, 现在假设万有引力的形式变成了跟距离成反比, 因此, 行星绕日是行星与太阳之间, 它们借着万有引力做远周运动, 所以, 如果大m是太阳的质量, 小m是行星的质量, 结果行星绕日, 因为两星球绕日, 轨道半径比是1比2, 所以大m是太阳质量, 如果ma, 这个是A行星的质量, 结果A行星绕日, 它所受到的万有引力做圆周运动的向心力, 可是圆周运动的向心力等于A行星的质量ma乘上加速度, 因为我们要求周期比, 所以有周期的是ta的平方分之4π平方乘上ra, 所以这是A行星的轨道半径, 因此A行星的轨道半径, 这个是ra, 而对B行星而言, 因为B行星绕日也是一样, 万有引力的形式是rb分之g, 太阳质量大M, 太阳质量大M, B行星的质量则是mb, 这是B行星跟太阳之间的万有引力, 这个万有引力让B行星mb做圆周运动的向心力, 所以等于有周期的tb平方分之4π平方乘以rb, 所以上面这个第一次, 底下这个第二次, 我们把两个四字相除, 这时候左边除以左边, 右边除以右边, 于是两面相除的结果, 我们发现和ma可以约分, mb跟mb可以约分, 而gm和底下gm可以约分, 四π平方跟这个四π平方可以约分, 所以左边剩下ra分之1除以rb分之1, 所以左边变成了ra分之rb, 等于右边内向相乘ta平方乘以rb, 分之tb平方乘以rb平方, 所以分子这里tb平方乘上ra, 交叉相乘的结果ta平方乘以rb平方, 等于tb平方乘以ra的平方, 所以主要两边都是平方, 两边开根号, 变成ta乘以rb, 等于tb乘上ra, 所以ta比上tb, 会等于ta是乘了rb, ta乘上rb, tb乘以ra, tb乘上ra, 所以ta比tb等于ra比rb, 等于两行星轨道半径1比2, 所以ra比rb1比2, 因此ta比tb1比2, 所以两行星的周期比ta跟tb是1比2, 这个第一小题, 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 两行星到r轨道的速率比等于多少, 因为速率v等于t分之2πr, 所以a行星的切线速率比上b行星的切线速率, 等于因为周期分母ta比tb是1比2, 所以ta周期1, tb周期2, 而分子2πr, 所以前面是2π乘以ra, ra半径是1, 比上2π乘以rb, rb半径是2, 所以2π跟2π约掉, 所以1分之1等于1, 2分之2等于1, 所以a和b它们的切线速率1比1, 因此两行星到日轨道的切线速率1比1, 这个19题, 20题, 两个大小相等的金属球, 其半径皆为r, 密度为d, 若两球星相距4r, 则彼此之间的万有引力会变成多少?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如果底下这是两颗大小相等的金属球, 这两颗球半径都是r, 所以左边半径r, 右边半径r, 这两颗金属球密度都是d, 所以左边这一颗密度是d, 右边这一颗密度也是d, 两个球星相距是4r, 所以从左边球星到右边球星, 它们之间距离等于4r, 则彼此之间万有引力, 因为距离是从球星到球星, 所以两个球星距离等于4r, 可是左边的金属球半径是r, 所以左边的质量等于体积3分之4, π乘上r的三次方, 这是左边这颗球的体积, 乘上密度是d, 所以左边球的质量等于3分之4, πr三次方乘以d, 同样右边因为两颗球有一样的半径, 有一样的密度, 所以左边的球质量跟右边金属球质量, 两个球都相等, 所以两个球之间的万有引力, 这时候f等于距离是4r的平方分之g, 左边质量大m, 右边质量大m, 所以等于m的平方, 因此分母是16r平方, 乘上g乘以m的平方, 可是m质量我们写成 3分之4πr三次方, 这是球的体积, 乘以密度是d, 这是球的质量, 而左右两颗球, 因此质量平方, 所以乘开来就变成 分母16r平方分之g, 3分之4的平方变成9分之16, 所以分母乘一个9分子是16, 乘上π平方, r三方在平方变成r的六次方, d的平方, 这是两金属球之间的万有引力, 而分母有r平方跟分子的r六次约分, 所以含有一个r的四次方, 结果就变成了16跟16约分, 剩下9分之9分之, g乘以π平方, r的四次方乘上d的平方, 这是两金属球之间的万有引力, 所以等于9乘上gπ平方, r四次方乘以d平方, 所以20题b的答案, 21题, 质量m完全相同的三个星球, 位于边长d的等边三角形顶点, 若星球受相互之间重力的影响, 绕共同的磁心, 在外接三角形的圆轨道上面运动, 上个星球的连线距离则保持不变, 而仍然保持等边三角形, 试求此系统中每一个星球的速率是多少, 我们先看旁边这个图, 因为这个图上面中心有一个等边三角形, 等边三角形在上顶点上面, 有三个质量相等的星球, 质量分别都是m, 距离都是d, 因此每一个角是60度角, 可是上球的重心是在中心的地方, 也是外接远的圆心, 因此以圆心而言, 三角形的重心本来是中线的焦点, 所以这一条是中线长度, 可是正三角形的中线, 垂时平分底边, 边长是d, 由于中线等分的结果, 左边长度是2分之d, 右边长度是2分之d, 所以, 变成, 斜边是d, 底边是2分之d, 这时候三角形分成30、60、90的一个直角三角形, 上面这个角度是30度角, 因此对于顶点的三角形而言, 假设这个是a星球, 这是b星球, 这里c星球, a星球受到b的引力, 受力是指向b星球的方向, a星球受到c的引力, 方向是指向c星球的方向, 可是受力的结果, 两个之间夹角是60度角, 我们把两个万有引力, 左边这一个是fab, 右边这一个是fac, 对a点而言, 彼此对称的关系, ab的万有引力, 等于ac的万有引力, 可是这个引力等于ab距离是d, 所以距离d的平方, 分之g, 每一颗质量都是m, 所以m乘m是m的平方, 所以a星球受到b星球的万有引力, 是d平方分之gm平方, 同样的a星球受到c的力也是同样大小, 但是这两个力, 我们发现, 如果把两个万有引力分成水平方向, 这时候ab的力有个水平向左, ac的力有个水平向右, 而水平向左跟水平向右, 这两个力会被抵消掉, 但是ab的引力有一个垂直向下的分力, ac的引力也有一个垂直向下的分力, 这两个向下的分力会变成同方向, 所以这个分力的方向是在ab连线上30度的零边, 因此如果把垂直向下的分力, 我们如果叫做fy, 则fy的大小是等于fab乘上cos30度, 结果等于距离是d平方分之gm平方, 这个是ab的引力, 我们要找垂直向下的分力乘cos30, 所以乘上2分之gm3, 这个是ab在垂直方向的引力, 同样ac在垂直方向也有向下的作用力, 所以A星球所受的合力, 整个fa在y方向的合力, 是我们刚刚求出来fy的两倍, 于是是2d的平方分之根号3gm平方, 这个是a和b在垂直方向的作用力, 而ac也有在垂直方向的作用力, 所以乘以2, 这是A星球在垂直向下所受的作用力, 而这个作用力刚好是指向磁心的方向, 因此, 这个力的大小2跟2约分就等于d平方分之根号3gm平方, 这个力的大小是a星星受到bc两个星球联合的作用力, 而这个力也造成了a星球做圆中运动的向心力, 而这个作用力等于a星球质量m乘上v平方除以r, 这个r是a星球绕着磁心的轨道半径, 可是这个r我们从图上来看, 假设a星球在三角形上面垂直的中垂线, 如果这个垂直高假设是h, 则h等于斜边d乘cos30度, 所以把d乘cos30度, 这个是h的长度, 所以垂直高等于2分之根号3d, 可是r是从直星到顶点的距离, 所以r等于整条中线长到顶点是3分之2的长度, 所以等于3分之2h, 所以把3分之2乘上h变成2分之根号3d, 所以带入的结果2跟2约掉, 变成根号3分之1d, 这是a星球绕着直星旋转半径的大小, 所以这个r我们带入旋转的公式里面, 因此原本a星球受到的万有引力, 是d平方分之根号3gm的平方, 这个是a星球受到b与c联合的万有引力, 可是这个万有引力造成a星星是绕着直星做圆周运动, 等于m乘上v平方是轨道的切线速率, r是根号3分之1d, 把这个r变成根号3分之1d带入, 所以左右两边我们约掉一个m, 把根号3分之1d变成d分之根号3v平方, 所以左边根号3, 右边根号3可以约掉, 而分母d跟d平方可以约掉一次, 左边分母还有个d乘以v平方, 所以d乘上v平方等于g乘m, 所以v平方等于d分之gm, 因此, 切线速率v等于根号gm除以d, 所以a星球绕着直星, 它旋转的切线速率是根号gm除以d, 所以21题c的答案, 从图上a星球的切线速度跟b星球的切线速度 以及c星球的切线速度, 因为彼此质量都相同, 距离都相同, 所以彼此绕着共同的直星, 它们旋转的切线速率, 都会等于根号gm除以d, 这是21题的结果。 第22题, 将密度为low且半径为r的大球, 挖去直径为r的小球, 再将质量为小m的指点, 放在大球原来圆心的地方, 则剩余部分对指点m它的万优引力会等于多少?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听说一个大球原本半径是r, 这个大球原本它的半径等于r, 现在在右边挖掉一块直径为r的小球, 所以直径为r的小球, 也就是这小球半径是1R, 对大球而言半径是r, 小球半径1R, 但是大球跟小球密度都是low, 所以对大球而言m大球, 质量等于体积层密度, 体积是球的半径3, 4π乘上r的三次方, 这个是球的体积, 乘上密度是low, 这是原本大球的质量, 而小球的质量m小球等于体积层密度, 可是小球的体积是4π乘上半径是1R的三次方, 乘以密度是low, 把体积乘上密度, 这个是小球的质量, 所以等于1R的三次方等于1R的八分之一, 所以4πR的三次方乘以low再乘上8分之一, 这个是小球的质量, 现在在大球的原型地方放一块质量m的物体, 所以整块大球对小m的引力, 所以我们利用重叠的质量来求小m所受到的万优引力, 对于小m所受到的万优引力, F小m, 这个表示小m所受的万优引力, 包括F从一两大球对小m的万优引力, 加上小球对小m的万优引力, 可是小m是放在大球球星的地方, 而距离是从球星算起, 因此在球星的地方所受的引力等于0, 所以第一项, 小m在大球的球星, 它所受到的引力等于0, 加上小球对小m的引力, 因为小球是挖掉的质量, 所以我们用负质量, 负质量等于负的小球的球星, 它到小m的距离, 它的距离是1r, 所以2r距离的平方分之g, 乘上m小球的质量是4跟8, 我们约掉这里是2, 所以2,3,6, 因此6分之1πr三次方乘上low, 这个小球质量, 再乘上小m, 这是挖掉的小球, 它和小m之间的万优引力, 这个万优引力就等于负的, 2分之1r的平方变成4分之1r平方, 分之6分之1g, πr的三次方lowm, 我们把前面的数字合并, 结果等于负的6分之1除以4分之1等于6分之4, 所以是3分之2, r三次方跟r平方分子跟分母约分还剩下一个r, 所以等于gπrlowm, 这是小m跟挖掉的小球它们之间的万优引力, 所以原本小m如果跟实性的小球所受的力, 这时候小m受力是向右边, 但是这个负号表示, 小m这时候所受到的力是向左边的力, 所以向左边的力fm等于负的3分之2gπrlowm, 所以小m对于整个大球挖掉右边的小球之后, 剩余的质量是3分之2πg, rlowm, 这个是22题, 从半径为2r的均值球体, 挖取半径为r的小球以后, 再将小球置于大球的右侧, 且与它相切, 如右图, 这所挖出的小球质量为小m, 责量者之间的万优引力量值为多少,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原本一个半径为2r的一个均值球体, 这里有一个大球, 它的半径本来是2r, 所以原本的2r本来是半径这一段的大小, 这一段的半径本来是2r, 现在在右边挖掉一个半径r的小球, 所以右边挖掉的这一段, 这个半径是r, 把挖掉的这个小球再放到大球的右边, 让大球跟小球两个相切, 则如果小球挖掉的质量是小m, 这颗挖掉的质量如果是小m, 则我们先找大球的质量, m大球比上m小球, 大球质量比小球质量, 因为大球跟小球密度都相同, 所以质量比等于体积比, 因此等于大球的体积比上小球的体积, 可是体积比等于半径的三次方比, 所以等于大球半径的三次方比上r小球半径的三次方, 而大球跟小球半径, 大球半径是2r的三次, 小球半径是r, 所以它的三次, 量半径比等于2比1, 所以体积三次方之后变成8比1, 所以大球的质量比小球质量是8比1, 所以小球质量m, 那大球质量有8m, 因此质量是8m比上m, 现在如果原本的大球是a球, 挖掉的小球是b球, 放在右边的球是c球, 则a球质量是8m的质量, b球的质量是m的质量, c球的质量也是m的质量, 因为b球的质量是被挖空的, 所以我们用质质量的方式, 来球abc之间的万有引力, 所以c球所受到的万有引力, 包括了fc, 整个c球所受的力, 包括a跟c之间的万有引力, 再加上b跟c它的万有引力, 可是两颗球体万有引力是从球星到球星的距离来算起, 因此a的半径是2r, c的半径是r, 所以a到c的距离是3r的距离, 所以ac的距离等于3r, 所以距离的平方, 这是万有引力距离r平方, 分之g, a的质量有8m, 乘上c的质量是m, 这是ac之间的万有引力, 而bc之间, 因为c是负值, 所以加上负的bc距离, 因为b的半径是r, c半径也是r, 所以bc距离是2r, 所以2r距离的平方分之g, b球质量m, c球质量也是m, 所以m跟m这是bc两球之间的万有引力, 可是b是负值量, 所以b的质量是负值, 因此, 我们把挖掉之前a和c的引力, 减掉b和c的引力, 这时候等于分母3r平方变成9r平方, 分之8倍的gm平方, 这是前项, 减掉后面2r的平方是4r平方, 分之gmm, 所以是gm的平方, 我们把前面一项乘以4, 所以4936r平方, 4832分之gm平方, 减掉后面, 后面一项乘以9, 所以9436r平方, 分之9倍的gm平方, 量相减等于36r平方, 分之32-9等于23gm平方, 所以右边的c球质量m, 它受到a球剩余质量的万有引力, 是36r平方分之23gm的平方, 所以23题c的答案, 二次题, 如右图, 密度均匀的两同心球壳, 质量分别是m1及m2, 若质一个质量为m的质点于下列位置, 则r等于a的时候, 质点受到两个球壳的万有引力, 合力的量值等于多少, 再来r等于b的时候, 质点受到两个球壳的万有引力, 合力量值等于多少, 第三小题, 如果r等于c的时候, 质点受到两个球壳, 它们的万有引力, 合力的量值会等于多少, 我们先看第一小题, r等于a, 当质点放在a的地方, 在a这里, 放一个质量小m的物体, 因为小m是在m1的球壳外, 小m是在m2的球壳外, 所以在球壳外时, 我们可以将球壳的质量, 假设它集中在球星的地方, 所以如果m1的球壳, 我们叫做a, m2的球壳我们叫做b, 而小m的位置, 现在是在球壳外, 所以小m所受到的万有引力, 包括a球壳的万有引力, 加上b球壳的万有引力, 可是a球壳球星到小m的距离, 等于a, 所以a的平方分之g, a球壳的质量m1, 而小m质量小m, 这个是在a球壳位置的万有引力, 加上b球壳, b球壳的质量也是集中在球星, 所以它到小m的距离也是a, 所以a的平方分之g, b球壳的质量是m2, 乘上小m质量小m, 所以两个加起来等于, 我们把两项加起来分母都是a平方, 所以等于a平方分之g, 小m乘上前面m1, 后面m2, 所以等于gm乘上m1加m2, 这个是在球壳外的时候, 小m所受到的万有引力, 因此第一小题等于a平方分之g, 小m乘上m1加上m2, 而第二小题R如果等于b, 放在b的位置上, 刚刚第一小题, 现在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因为b的位置是在a的球壳内, 在球壳内则a球壳的质量无法对内部的质量造成引力, 所以本来a球壳的引力加上b球壳的引力, 可是小m是在a球壳的内部, 所以a球壳对小m引力等于0, 加上b球壳, 因为小m是在b球壳的外面, 而距离b球壳的原心距离是b, 所以等于b球壳对小m的引力是b平方分之g, b球壳的质量m2乘上小m, 所以这个是a球壳的引力是0, 而b球壳的引力是b平方分之gm2乘小m, 所以加起来等于b平方分之gm2乘上m, 所以物体放在b的位置, 这时候只受到b球壳的引力, 这时候的引力大小等于b平方分之gm2乘以m, 这个是第二小题。 第三小题, 如果r等于c时, 直接受到两个球壳的外有引力, 因为c的位置是在a的球壳内, 也在b的球壳内, 所以原本a球壳的引力, 加上b球壳的引力, 结果等于小m在a球壳的内部, 所以a球壳对小m的外有引力等于0, 同样的, 小m在b球壳的内部, 所以b球壳对小m的引力也是等于0, 所以当磁点放在两颗球壳的内部, 则这时候所受到的外有引力总和都是0, 所以第三小题, a球壳对小m外有引力是0, b球壳对小m外有引力是0, 所以小m放在ab两颗球壳的内部时, 所受到的合力量值等于0, 这个24题。 第25题, 宇宙中有双星a和b, 彼此相距r, 质量分别为m及2m, 若此双星不受其他星球的作用力影响, 彼此绕共同的执行运转。 则第一小题, a和b两行星受的向性力是多少? 第二小题, a和b运行的轨道半径是多少? 第三小题, a和b运行的加速度是多少?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题目说有双星a和b, 假设这个是双星a, 这个是另外一颗b, ab本来相距是r, 这个距离等于r, 质量分别是m和2m, a的质量是m, b的质量则是2m。 假设ab的直星是在连线上的某一个位置, 如果直星的位置假设在这个地方, 左边这里距离是x, 右边这里距离是r-x, 因为对直星而言, a行星的质量乘上到直星的距离x, 等于b行星的质量2m, 乘上到直星的距离是r-x, 于是m消掉, x就等于2r-2x, 移向过来3x等于2r, 所以x等于3分之2r, 所以x的距离这个等于3分之2r, 而b行到直星的距离, 如果右边这里距离假设是y, y等于r-x, 则这个距离这个距离等于r减掉3分之2r, 所以等于3分之1r, 因此ab两个星球它绕着直星做旋转, 所以a星球的旋转半径x等于3分之2r, a运行的轨道半径这里是3分之2r, b运行的轨道半径y等于3分之1r, 这是ab两星球运行的轨道半径, 可是a星球受到了万有引力, 如果f, a星球受的力就是ab之间的万有引力, 于是等于距离是r的平方分之g, a星球质量m, b星球质量2m, 它们就借着ab之间的万有引力作为互绕的向心力, 于是就等于r平方分之2倍的gm平方, 这个是a星球所受的力, 同样这也是b星球所受的力, 所以a星球所受的向心力是r平方分之2倍的gm平方, b星球所受的向心力是r平方分之2倍的gm平方, 这是a星球跟b星球所受到的万有引力, 这是第一小题, 而第三小题, a运行的加速度以及b运行的加速度, 因为我们知道a星球所受的力是等于r平方分之2倍的gm平方, 这是a星球受的力, 于是a星球的质量m乘上a星球的加速度aa, 我们把m消掉以次, 因此a星球运行的加速度等于r平方分之2倍的gm, 这是a星球的加速度, 而b星球的加速度因为fb同样d的大小也是r平方分之2倍的gm平方, 可是这个等于b的质量是2m乘上b的加速度ab, 于是2跟2约掉m约掉一次, 所以b的加速度ab等于r平方分之gm, 所以a运行的加速度是r平方分之2倍的gm, b运行的加速度是r平方分之gm, 这个是第三小题。 接下来第四题和第五题第六题, 第四小题要问ab两星球运转的周期, 第五小题要求两星球运转的角速度, 第六小题要求两星球运转的切线速率, 因为我们刚求出来a星球的运转半径如果ra, ra的运转半径等于三分之二r, rb的运转半径等于三分之一r, 可是ab两星球是借着彼此之间的万优引力, 可是是闹着磁星做旋转, 所以a星球所受的力fa等于两星球之间的万优引力, 距离是r的平方分之两倍的gm平方, 这是a星球与b星球之间的万优引力, 而这个万优引力等于a的质量是m, 乘上a的周期我们利用t平方, 这里是ta的平方分之4π平方, 乘上r,a的半径有三分之二r, 这个是m乘上t平方分之4π平方r, 利用这样求a的周期出来, 所以我们把m先消掉一次, 于是ta平方移上来, ta平方就等于2g移下来, 分子还有4π平方, 乘上2r平方乘r, 所以乘上2r的三次方, 因此化解了结果, 2跟4约掉这里是2, 3写到分母来, 所以3g分之224, 因此4π平方r三次方, 这个是ta平方, 所以ta周期就等于两边开根号, 4π平方开出来变2π, r三次方可以提一个出来, 所以乘上根号3g分之r, 这个是a的周期, 同样b的周期, 我们就可以求到, 借着相同的万有引力, 于是r平方分之2g乘上m平方, 这是ab之间的万有引力, 可是b星球质量2m乘上b的周期, tb的平方, 分之4π平方乘上r, 因为b的轨道半径是1r, 所以b的半径这里是1r, 所有两边, 我们把2m和这个2m消掉一次, t平方乘上来, 就变成了tb的平方等于, g移到分母来, 分母这边还有一个3, 所以3g分之r平方乘上来, 变成r的三次方, 所以4π平方乘上r的三次方, 所以tb就等于, 开根号4π平方变成2π, r的三次方可以提一个r出来, 所以根号3g分之r, 从这里我们会发现, a的周期跟b星球周期两个会相等, a的周期等于b的周期, 因为周期相等, 所以运转的时候, omega等于t分之2π, 所以跟周期相等的时候, 角速度一定也相等, 所以a的角速度, omegaa会等于b的角速度, omegab, 于是我们利用omega等于t分之2π, 于是就等于把2π除以t, t就导数过来, 变成2πr分之1, 乘上根号, 根号里面分母导过来r分之3g, 所以2π跟2π约掉一次, 就等于r分之1, 乘上根号r分之3g, 这是a的角速度, 也是b的角速度, 所以ab角速度分别是r分之1, 乘上根号r分之3g, b的角速度是r分之3g, 乘上根号r分之3g, 而a的角速度也是r分之3g, 而a的角速度也是r分之3g, 和b的角速度也是r分之3g, 都是2πr乘上根号3g分之3g, b的周期也是2πr乘上根号3g分之r, 这是ab两星球的周期, 而第六小题, a星球运行的切线速率, 我们可以利用a星球的速率等于omega乘以r, 所以把a的角速度乘上a的轨道半径, 因为角速度我们晓得, 因此omega等于r分之1乘上根号r分之3g, 乘以ra,a的轨道半径是3分之2r, 所以乘上3分之2r, 所以r跟r约掉一次, 就等于3分之2乘上根号3g分之r, 或者我们把3乘到根号里面, 就等于两倍的根号3r分之g, 这个是a星球的切线速率, 而b星球的切线速率, vb等于omega乘上rb, 因为b的角速度也是r分之1乘上根号3g除以r, 可是rb等于3分之1r, 所以乘起来r跟r约掉, 所以把3直接乘到根号里面, 变成根号3r分之g, 所以a星球运转的切线速率, 是两倍的根号g除以3r, 而b运转的切线速率, 等于根号g除以3r, 这个是a星球跟b星球运转的切线速率, 这是25题, 26题, 宇宙中有双星a和b, 彼此相距r, 质量分别是4m和9m, 若此双星不受其他星球的引力作用, 彼此互绕共同的直星运转, 则ab两星球运转的向心力比, 加速度比, 周期比, 轨道半径比, 切线速率比, 这些比例分别是多少, 因为a和b两星球, 假设右边这一颗a星球, 质量4m, 左边这一颗b星球, 质量9m, 如果两个互绕, 因为所受的向心力, 是彼此之间的万有引力作向心力, 因此, a所受到的万有引力, 等于b所受到的万有引力, 都是a和b之间的万有引力, 所以, 它们是借着彼此之间的万有引力, 作为互绕共同直星的远转运动, 所以所受的向心力, 是1比1, 这个是第一小题, 第二小题, ab运行的加速度比, 等于g比几, 因为a星球和b星球, 它们运转的向心力, 来源都是由于彼此之间的万有引力, 所以a受的力, 等于b受的力, 可是a受的力, 等于a的质量4m, 乘上a的加速度AA, 等于b的质量9m, 乘以b的加速度是ab, 两边m约掉, 所以a的加速度, 比上b的加速度, 等于9比4, 因此, a和b运行的加速度比, 等于9比4, 我们先求ab运行的时候轨道半径, 因为a和b是互动共同质星, 所以假设a的轨道半径这里是x, 而b的轨道半径如果这里是y, 对于质星而言, a的质量4m, 乘上距离x, 等于b的质量9m, 乘上b的距离是y, 我们把m消掉, 所以x比y等于9比4, 所以a和b两个运行轨道半径比9比4, 所以a的轨道半径比上b的轨道半径是9比4, 可是运转的周期, 因为加速度a等于t平方分之4π平方乘以r, 所以对于周期而言, t的平方等于a分之4π平方乘以r, 所以对于a的周期ta的平方比上b的周期tb的平方, 等于两个周期的比分母是a加速度, 两个加速度9比4, 所以a的加速度是9, b的加速度是4, 这是a跟b分母a的部分, 分子4π平方r, 所以a是4π平方乘上r, a的轨道半径是9, 比上b的轨道半径4π平方乘上b的轨道半径是4, 所以前后4π平方约掉, 9除以9, 4除以4, 所以等于1比1, 因此a和b互绕的周期是1比1, 因此ab运行的切线速率等于gb几, 由于切线速率v等于t分之2πr, 所以a的切线速率v等于2个的比分母周期t是1比1, a的周期1, b的周期1分之2π乘以r, a的轨道半径是9, b的轨道半径是4, 所以2π乘以4, 所以把2π约掉, 所以等于9比4, 所以ab运行的切线速率9比4, 这个是26题, 成功之前难免有失败, 只要冷静地分析原因, 不要重蹈失败的复册, 邀请牙也要坚持到底, 成功便离我们不远了, 愿这段话与您共勉。 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